这有16个标记,我用16个标记挂出一个九宫格 挂出一个九宫格,这个九宫格,一二三,三个格子,中间三个格子,后面三个格子 然后,基础的九宫八卦布,其实就是我们王长武的大妈念的九样格 一二三四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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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三四 这个东西就是基础的九宫八卦布 同时这个布子可以挡过来,往这边一二三四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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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三四 好,这是原始法,就是原地的 然后在我们太极里面有一个演化的九宫八卦布 这个布子跟七星布是接在一起的 注意一下,我还是由第三排的中间位置 一二,我走的是前面这个胯脚的位置 三,横胯一过,四,胯回来 一二三四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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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三四 就是九宫步向七星步演化 区别就在于 我们往这儿带 第二步不要往中间走 往顺步 然后一横一回 经过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 忘掉 我们来到这个位置 来到这个位置 我们现在不要去看这个 标题 然后 基础的 九宫步演变之后的步子 就会变成 摔跤和 常见的很多 武术里最常见的三角步 就是第一步扭步 第二步回来第三步横跨 第四步退 就变成了一个三角 好 记住这个就是 九宫步变过来的三角步 和 九宫步 最基础的 原始的 那个 四步走 就是牛羊哥的 动动 抢 基础的四步走 然后和这三角步 下面我去给你再串 别的推手的内容 OK OK 谢谢